第一張我們看到的是 總統府自己拿出來的 蔡英文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紀錄表 當然這是我們作為開始進行案件的探索的基本材料 這個表到底怎麼樣呢 我相信等一下等林環祥教授來給我們做說明 事實上大家看到已經是 我第一個懷疑 我從來都沒看到我在台大也好 或者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有這個學生紀錄表 如果我是一個普普通的學士 我怎麼能夠拿得到這樣的一個表 第二個這張第二張圖 是總統府給蔡英文整理的 他的這個求學的大四季 這個當然是可信度 是可信度我不知道 可是當然是等於是蔡英文拿出來的 歸他的辯解的證實 那這裡面呢 也有非常多的可疑之處 那我最覺得欽佩子 他寫了一個這麼經典的 經世的論文 發了五個月 教隊教授了四個多月 這個教隊出五百多個措子都還留在那裡 那這個都是非常令人驚奇的一個學術歷程 這個當然我們也是相信很多 那他在1983年的謊言 簡直是車仔斗樑 你都不曉得怎麼樣距離去給他 都在一起了 所以比如說他在1983年的10月16號去口試 他姐姐去陪他 結果發現這樣照片 原來是在美國的波士頓 然後他為了選舉 到處去跟年輕人去宣揚他的公共危機 宣揚他的神機 他如何快速的拿到博士學位 我想這個大家都應該非常熟悉了 比如說Bladehead 比如說1.5個博士學位 不然說這個學法律的說法 他的經濟寫得好 學經濟的說法 學法律寫得好 這個在我們學界都是天方夜談 我也不再多花時間在上面琢磨 請大家 我相信過去的經驗都已經看到了 就是他自己寫的 他非常有趣的 他非常的討厭論文 非常討厭法律 討厭讀書 所以他恨不得把他論文燒掉 我想他可能真的那個時候是燒掉了 否則不然全世界的圖書館 包括他閨房裡面的小書櫃 都找不到他的論文 也許這句話還是真的 這一點點在眾多謊言裡面 我覺得他不經意的透露他 真的內心最大的秘密 這一點也是他自己找的 而且終於在世界的角落找到他 非常的神奇 等下我再顯示一張他的心理上的狀態給大家看 這是他因為1983年他其實到底有沒有學位 我們從他的這個大事記裡面來看 不太可能 時間都不攏 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像我們讀法律的人 其實法律學們在國外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語言的一個隔閡 你必須要去適用那個語言 他不像理工科可以用方程式 很快就表達一個創新的理念就可以得到 那他很多的敘述 所以這個我想 他在1983年大概最積極的去營造 他是有學位的 然後他在1982年11月的時候 就做他退學 我們從剛剛看他有退學的這個紀錄 這個在最下面這一行 1982年10月11號 We draw from course 最下面一行 可是總統府的他的大事記 把這件事情就列掉了 不談了 那其實在美國的 在英國的當學制度 剛好那年1983年9月 我正好到倫敦去 我在那邊一年在見橋 那個時候其實倫敦 LSE是已經是非常聲明遠波 百年五的名校 是非常 尤其我們念法政的人 是真的是一個神聖的殿堂 我也常常跑到LSE去 請教老師或什麼的 所以其實是很上軌道 不是像他講的這麼隨便的 那所以第二章就沒有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說說他其實是在1983年的10月11號 就被委託了之後 按照英國當時的制度 兩個月之內必須要離開英國 因為學生簽證沒有了 所以事實上呢 他的姐姐也說 他其實1982年 他們姐妹都回到了台灣 新年 全家博士 可不可以 五、四 、四 二、一、二、三、四 一個